用这个方法可以让你文本生成视频的速度提升5倍 这个技术就是Animate Diff LCM 当然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很多人会说 LCM模型我们之前有过很多次了 它可以加速文生图的速度 但是你要注意 你之前接触过的那个模型都是基于绘图模型的 也就是说优化的对象是绘图模型 而不是动画模型 我们这次讲的Animate Diff LCM 它针对的优化对象或者是说加速的对象 其实并不是绘图模型 而是我们说的动画模型 当然我刚才说的这些都不是重点 那重点是你怎么才能用Animate Diff LCM 绘制出一个质量良好的视频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LCM它的核心的技术点就是缩短这个采样的步数 但是采样步数一旦缩短 质量上总会打折扣 因为别人用20步 你用8步或者你用4步 你想这个质量上总会不太一样 那速度虽然快了 但是细节上我们会丢失一部分 或者说在可控性上呢 会有一些问题 那怎么去避免这个问题 那这个才是我们这几课介绍的重点 好我们看一下基本的流程 这个流程呢和我们传统的文生图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 只需要呢我们加入特定的模型和Laura就可以 好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个流程 主模型 MyGA7 那这个节点呢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了 主要是为了防止我们这种传统的1.5的模型 在生成大图的时候产生一些不可预知的情况 因为我这生成的图片尺寸呢是576×1024 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那你注意在这个模型里边呢 我加入了一个Laura 这个Laura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animate diff lcm提供的一个Laura模型 它可以让我们生成的速度呢会更快一些 然后下面是一些传统的设置 这呢我是一个文生图啊 所以说呢用了prompt schedule 然后生成了32帧 所以说我分别设定了第0帧 第8帧第16帧和第24帧的关键词 然后设定了前坠和后坠 反向的提示词 inspire包的一个k3 这儿呢你需要注意这样几点 第一个由于我们是lcm模型啊 所以说呢cif值呢不要调的太大 这儿呢我建议的是1.5左右啊 这儿我用的是2.0 那图片的采样步数呢 这儿用的也比较小 一般8步就可以 当然步数越高呢 生成的图像质量呢也会越高 所以说呢我这儿用的是10步 那采样器呢一定要选择lcm 用别的呢是不能生成比较好的效果的 那这是传统的文生图的流程 那另外呢就我们的animate diff animate diff呢就是你加载的动作 动画模型一定要注意 不要用我们传统的v3啊v2这样的版本啊 而是用我们专门提供的这个 基于animate difflcm的这个模型 所以说呢这个流程最关键的点 其实就是主模型加上一个laura 那我们来看一下生成的效果 注意我这个是一个女孩呢 有一个表情的变化 大家看一下这个动画的效果呢 还是比较流畅的 但是呢动画会比较跳 另外整个的人的生成的质量呢也是比较高的 你注意头发的细节呢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所以说呢我们整体来看 animate difflcm生成的效果呢 应该说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这个呢就属于最基础的用法 好下边呢我们说一下它的高级用法 那第一个呢我们会发现这个图片 它整个呢会比较跳 那如果你想让它稳定一些呢 其实你可以加入一些 细节控制的节点啊 比方说free noise 那我们加入了free noise之后呢 你会发现生成的这个图片呢 它就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了 但是呢变化也会比较少 整个图片来讲呢是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的 稳定性的的确有了一个提升 另外我们会发现它动感不够 那你可以稍微的呢去改变一些思路啊 比方说我们可以这样去做 那我用了一个两阶段的模型 那第一阶段呢 我会用sdv14在前20%进行采样 而后边呢采用我们的lcm 你注意你的lcm一定是占主体的啊 因为呢这个模型呢 它整个的跳跃感会比较强 而且生成的图片的这个色彩感呢 也会比较好 所以说当我们加了这个之后 你会发现那么这个图片呢 就变成这个样子 而整个的色彩感会更加好 人物呢也看起来会更加的漂亮 当然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可以再做一些调整 比方说我们可以去掉我们的free noise 这样的话呢 你会发现整个的动感呢 就会更好一些 整体来看这个动画来讲 致命的缺点就是衣服这 会有一些变化 你对于它原来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吊单 所以说呢改进的措施就是你在提示词里边明确说清楚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衣服啊 比方我这写着一个wet address 那你再来看生成的这个效果 那生成这个效果的话呢就比刚才呢其实就要好很多了 它就没有那么多的问题 它都是一个带吊单的裙子 当然有一些细节呢不太一样 那我们能不能还让它变得再意志性更高一些呢 当然可以啊 那你可以把这个值给它调大 就是contact store lab 我之前呢一直在说这个值啊 大家可能感觉不是特别强 其实呢我们重点都是在一些细节调整里边 比方说我现在把它变成12 7和12是我们经常设置的值 那你会发现当我们加了之后 整个人物啊背景呢它的一致性呢就会好很多 通过两阶段的模型呢也会让整个的图片的质量 色彩感呢也会好很多 所以说呢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个除了提升我们采样的这个速度之外呢 其实整个的一致性保证的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呢需要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手法去处理 可能才能达到你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那另外的话呢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 那整个的这个图片的尺寸 我设置是比较大的 这576乘1024 跟我们生成那个512乘512的呢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如果你生成512乘512的 那可能整体的这个感觉呢就会更好一些 因为它原始的尺寸呢可能就是512乘512 我们可以试一下 那一旦加了这个之后 其实这个节点就没必要了 因为它不是大图吗 那这个速度你就非常快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这是我们传统的这个 512乘512的一个效果 因为它是原始的训练尺寸嘛 所以说它整个的动画的效果要好很多 但是由于它分辨率不够啊 所以说呢 整个人物的细节呢可能并没有那么漂亮 那下面呢我们看一下怎么去用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呢不需要安装扩展 只需要下载两个模型就可以 那这个呢就是Animate LCM在报博脸上的一个链接 那你会发现它给你的实力呢都是512乘512的 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这种动感呢就会比较强 但是一旦我们将这个尺寸给它调大之后呢 可能就没有原始的效果这么好 那么它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视力上也能看到 尤其是在生成人物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人物的一些细节啊 比方说这个美女 那么它的面部呢其实也不是特别清楚 那么大家要用这个模型 只需要把这两个模型给下载下来就行了 一个是Laura 一个是T2i的运动模型 那么下载下来 然后用正常的Animate Diff的模型加载流程去使用就可以了 那刚才你也看到了 我们在使用LCM的时候呢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采用Free Noise或者是模型的这种叠加 甚至是重新设置这个Context Option来避免这些问题 所以说你会发现 当一个新技术出来能用是一回事 那会用呢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还等着吗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